塞罗大哥 你在这里看什么呀 是不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呀 贝利亚我劝你赶快回去睡觉 不然等下被抓走了 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这大白天的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呀 你这个塞兔子都不怕 我贝利亚大王有什么好怕的 就在这时 天空突然出现了一个飞碟 飞碟上还走下来一个外星人 这是怎么回事呀塞兔子 怎么还有外星人来我们奥特小镇了 我去塞兔子 你人呀 你果然是塞兔子 好得比兔子还快 那我也跑 你们两个还想跑 乖乖给我回来吧 外星人大哥 你又放了我们吧 我们都是好人呀 我们不好吃的 你抓我们干啥呀 你这个黑不溜秀的东西 少跟我在这里废话 我们大老远来一趟 就是要抓一个人回去研究一下 现在多了一个人 你们自己商量一下 看谁跟我们走 贝利亚 你不是超级大魔王吗 你天不怕地不怕 你就跟他们走一趟得了 我去你的赛兔子 你还好称光之国最厉害的人 这个好机会还是让给你吧 你们两个别吵了 你们两个一个人给我唱一首歌 谁的得票多 我就放他回去 那好吧 这个我拿手 那我就先来了 你唱的是个什么呀 还是来听听我的吧 小朋友们 如果你们支持贝利亚就发送三个大拇指 支持赛罗就发送三朵鲜花 他们谁去谁留 我等你们的答案啊 快看 两个小赛罗居然在打架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这个假冒的小赛罗 你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 居然敢假冒我 我看你是活腻了 我是你的弟弟小小赛啊 小赛罗哥哥 你难道不记得了吗 我们从小就分开了 你这个黑区区的小孩 我这就带你去见赛罗爸爸 我一定要拆穿你 于是小赛罗 带着黑暗小赛罗 找到了赛罗 赛罗爸爸 这里有个怪兽假冒我 居然还自称是我的弟弟小小赛 我什么时候有个弟弟 我自己都不知道 这难道是真的吗 赛罗爸爸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从小就被别人抓走了 你难道都忘记了吗 你们两个别吵了 让我用神光棒来测试一下 没有一个怪兽 不害怕神光棒 于是赛罗使用神光棒 顿时 神光棒前就出现了一根光柱 这就是奥特光柱 只有真正的奥特战士 才能进入 而且会显示出本来的面目 怪兽进去后 也会显出原形 你这个黑暗奥特曼 你既然说是我弟弟 那你就进去证明 给我看 进去就进去 我这就证明给你们看 我真是小小赛 于是黑暗小赛罗 真的进入了奥特光柱 等他走出来以后 他居然真的是小小赛 没想到你真的是小小赛 小赛罗你快过来 他就是你的弟弟小小赛 再一次战斗中 我为了保护大家 才把他弄丢了 我都找了快十年了 小赛罗舌舌 这下你该相信我了吧 这次我挥霍了光明 我一定会好好训练 我要变成最强的奥特战士 太好了 我也有弟弟了 以后我再也不孤单了 再也不用一个人写作业了 什么 我们还要每天上学写作业 我可是回来学习武功的 小小赛 只有学习更多的知识 才能变成最强奥特战士 小朋友们 你们不要告诉小小赛 我想他回来写作业 不然他真的走了 就没人帮我写作业了 拜托了 哎呀 终于放假了 我们终于可以去游乐场玩耍了 是啊 我早就跟我爸爸贝利亚说好了 明天他就带我去游乐场玩耍 加入包明的感觉真好 可以和你们一起玩耍了 可第二天的时候 所有小奥特曼都带着自己的爸爸来了 可只有小赛罗一个人孤孤单单的 小赛罗你这是怎么了 你怎么一个人来了 赛罗叔叔怎么没有来 小贝利亚 我也不知道我爸爸去哪里了 昨天我回家就没看见他人 他出去打怪兽 就一直没有回来 小赛罗你别担心 让我用我的黑暗魔法看一看 哎哟喂 这不是赛罗吗 他不是超级大英雄吗 怎么还被黑化了 真的是太丢人了 你快滚出地球吧 连怪兽都打不过 你还留在这里干嘛 小赛罗对不起了 这次是爸爸不对 爸爸真的太没用了 这次的怪兽太多了 我中了他们的拳套 我体内的光智能量 全部被耗尽了 所以才被黑化了 本来说今天陪你 去游乐场的 我怕我这个样子 会吓到其他小朋友 然后他们就会讨厌你 赛罗原来被黑化了 难怪没有出现 哎呀 我也没有办法 算了吧 我们别等他了 我们还是自己玩吧 赛罗被黑化了 以后我不就是最强的了吗 贝利亚老爹 你在说什么呀 哎呀 不小心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现在你已经加入光明了 你要做一个合格的奥特战士 上次奥特曼被黑化 就是你解救的他们 你快跟我一起走 你这个逆子 你快放我下来啊 你扛着我跑 算个什么事 我可是贝利亚大王 要是被其他小朋友看见 我以后还怎么做人呀 贝利亚老爹你别说了 只要你这次帮助了赛罗奥特曼 以后小朋友肯定会喜欢你的 你就能成为一名 真正的奥特战士了 我们一起为我老爹加油吧 让他快点转 贝利亚老爹你快转呀 只有你体内残留的黑暗能量 才能帮助赛罗奥特曼 你可别提不下呀 我去 你这个不孝子 我就剩这一点黑暗能量了 我把赛罗恢复了光明 以后我又不是他备手了 终于在贝利亚的不懈努力下 赛罗奥特曼恢复了光明 可是贝利亚却倒下了 贝利亚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没想到这次又是你救了我 你现在体内已经没有黑暗能量了 你现在需要光之能量 我这就把你的帅照发出来 只要小朋友认可你 给你光 你就能感受到无穷的光之能量了 到时 一定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奥特战士 贝利亚你别跑 你怎么看见我就跑 我又不会打你 你跑什么跑 你这个小赛罗 你找我就没好事呀 我现在已经加入光明了 现在体内的黑暗能量也不多了呀 你再等等 我马上就能恢复光明了 我不会干坏事了 贝利亚你听我说 我这里有件好事告诉你 真的吗小赛罗 说来听听 抓住你了贝利亚 这个小骗子 赛罗就是个大骗子 一个大骗子 交出了一个小骗子 你到底要抓我去哪里呀 贝利亚 我看你恢复光明有点慢 说明小朋友没把光给你 我这就带你去加加速 让你加速恢复光明 你就帮我一个小忙 只要做完这件事 我相信你肯定很快 就能恢复光明的 小赛罗 你求人也要有个求人的态度呀 你把我扛起来跑 这使得什么意思 我可是贝利亚大人 让别人看见 真的是丢死人了 你得放我下来呀 贝利亚你坚持住 很快就到地方了 我这就加速 到地方了 你个小赛罗 我骨头都快散架了 最后你还摔我一样 我是不行了 我去 怎么这么多怪兽 你这是要干嘛 贝利亚 我有一个伟大的计划 我抓了这些小怪兽 现在就差你了 你赶快释放你体内的黑暗力量 把这些小怪兽 体内的黑暗能量全部居途 这样他们就能加入光明了 我把他们放到游乐场 以后我就可以叫他们陪小朋友们一起玩耍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聪明 确实很聪明 小赛罗 你要他们加入光明 你自己感化他们呀 你别叫上我呀 贝利亚你少废话了 你赶快给我转 他们长得太丑了 小朋友们都不给他们光 还是你体内的黑暗能量好使 小赛罗 你快放我下来呀 我真的不行了 猴都要转晕了 我体内的黑暗能量都用完了 你去找费大黑来吧 我是快不行了 贝利亚你怎么了 你怎么还倒下了 我这就把你丑照发出来 哦不对 是把你的帅照发出来 小朋友一定会给你光 让你恢复的 我就是贝利亚小淘气 谁敢说我长得不帅地 将壮肌肉打到你自闭 邪恶的表情是我的实力 要是你想出人头地 快点过来给我当小弟 谁能把赛罗打倒在地 马上奖励给他一百亿